阿里健康上半年营收93.6亿 年度活跃消费者9000万 凤凰网科技讯 11月24日晚间消息 阿里健康披露 截至2021年9月30日 指6个月中期业绩 报告期内 集团路德收入约人民币93.58亿元 同比增长30.7% 净亏损2.318亿元 上年同期利润2.834亿元 毛利约人民币18.71亿元 毛利率20% 上年同期26% 其中以阿里健康品牌运营的 自营药房制药品收入 占比达到64% 处方药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127.3% 截至2021年9月30日 线上自营店的年度活跃消费者打9000万 截至2021年9月30日 与集团签约提供在线健康咨询服务的职业医师 职业药师和营养师合计近14万人 较截至2021年3月31日指 上财年末增加8万余人 截至2021年9月30日 一路APP月活跃用户数超过200万 截至2021年9月30日 集团已与超过5 500家公立和民营体检机构 建立合作关系